今天是2020年4月22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评节目 那么昨天晚上外围市场的博弈非常的精彩 特别是6月份原油期货价格的波动是非常的大 这个也直接导致了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跌幅差不多都是在3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上午A股的表现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的 虽然昨天晚上外围市场的波动是比较大 但是今天上午A股整体来看 还算是一个小幅缩量调整的表现 那么现在护身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 上面有5日均线压着 但是下面有10日均线支撑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喜欢划线的朋友 现在也应该可以发现 大部分指数目前还都是在仅限位置的上方运行 另外今天上午我们看到 北上资金是小幅进入出3000多万 也算是一个基本平稳的表现 那么板块热点方面 今天上午是轮转到了浓烈板块 和以光刻胶为代表的半导体材料概念 那么总的来说 现在我们还是认为 只要创业板指数不跌破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个关键技术位 那么操作上就还是可以进行短线的高抛DC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内容 详细的数据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